大家都知道 身是短视频的时代 短视频可以更快的给你带来更多流量 今天这次影片我教你一个方法 把你平时做的YouTube影片 快速的变成短视频 这样就可以把相同内容 分享到不同的短视频平台上 节省你非常多的时间 并且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在最后我会告诉你 如果给这些短视频 快速的讲字幕 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朋友 我是Greyson 想通过YouTube频道 在网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到我频道 全全免费的 只要把旁边的响文章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你会在底下描述来 也能够找到很多 情报选用工具 今天我使用的解键软件是Premio Pro 所以展示的方法 可以运用到任何的解键软件里面 我首先需要截取我想要的部分 例如说我截取这一段 我现在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序列 我选择这个文件 选择新件 选择序列 这里我选择1080p 30 选择设置 把真的大小 水平还有垂直进去调换 像它就变成了9比16的高度 然后可以更改一下序列的名称 其他都不变 然后选择确定 像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序列 是竖屏的 然后需要把刚才结束的部分 复制到新的序列上面 可以按住Cmd C或者Ctrl C 然后Cmd V或者Ctrl V 像它就到了我新的序列里面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画面大小 选择缩放 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提升你短视频影片的质量 我可以把画面复制一下 然后把最上层的画面进去调小 然后给底下这种元素 加入一个模糊的效果 选择效果 搜索模糊 选择高速模糊 涂入到这个画面里面 调整它的模糊度 现在可以看到 这样的短视频 就有两层的画面 比较精致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个方法非常快速方便呢 可以把已经有的长影片内容进去转换 就能够快速变成短视频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这会对我非常大的鼓励还有支持 接下来我教大家 如果给短视频快速加入字幕 我可以全选这一段 选一个录点 按住快键键i 然后这里是初点按住快键o 然后选择窗口 选择文本 这里就会有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转录序列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很多种语言 例如选择简体中文 需要选择一个音轨 选择音频1 然后勾选另一个选项 请转录从录点到初点 然后选择转录 甚至把我的语言转化成了文字 然后需要点击这个 创建说明性字幕 这里都不需要做出改变 这里最大长度需要调节一下 也就是一行的字幕可以有多少字 把它调少一些 你也可以调整一下最短持续时间 还有字幕之间的间隔 你可以选择行数 单行或双行 就是选择双行 然后选择创建 这就建立好了我的字幕 我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双击进行修改 这里我们可以双击我们的字幕文件 然后选择编辑 就会开始编辑我们的字幕样式 我可以更改它字体 选择它出戏 然后可以调节字幕的颜色 可以给它加入一个背景 可以调节背景的透明度 可以调节背景的大小 也可以调节字幕的阴影 这里可以更改字幕大小 在所有都编辑好之后 可以选择文件 选择导出 选择媒体 这里可以更改文件名 然后可以调节一下预设 一般我选择的是 和资源匹配的预设 格式是H.264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导出就可以了 希望这个方法能够给大家启发 去做短视频 给你频道带来更多流量 这期影片用到剪辑研究室 Premio Pro 这是最主流的剪辑软体 它的功能十分强大 我推荐大家 都能够学会这款剪辑软体 就也可以看过这期影片 为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给你个赞 如果要了解 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给你我的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这里下描述来 也能够找到很多 金标熊工具 我们下次见 拜拜